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经典的家常菜,辣椒炒肉的做法 炒好的辣椒香辣脆爽,肉片香来不腻,特别的好吃下饭 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准备几个洗干净的螺丝胶,挨个把辣椒的地挨掉 顺便把里面的辣椒籽也去掉 然后把辣椒全部斜着切成段 这种螺丝胶的皮比较薄,而且脆,口感较辣 和肉一起炒吃,最香了 切好的辣椒,装入碗里备用 然后整个一条新鲜的五花肉 先把肉皮削掉不用 再把肉全部切成薄片 尽量切的薄一些 切好的肉片放入盘里备用 再多准备几个大蒜,先为刀拍破 然后全部切成蒜末备用 下来炒过烧热后 直接把切好的辣椒放进锅里 转中火,煸炒一份 用铲子一边压一边翻炒 炒出辣椒里面的水分和灶气 炒大约一分钟左右 时间不能过长,不要把辣椒炒软了 炒出辣椒的香辣味就可以了 然后把辣椒盛入碗里备用 往锅里加入少量的油 然后把切好的肉片倒进锅里面翻炒一会儿 先慢慢的炒出肉里的一部分油脂 这样炒好的肉吃着才会香而不腻 把肉炒到颜色发白的时候 沿着锅边用少许的高的白酒进去翻炒 加白酒有区益增香的作用 这里多翻炒一会儿 把肉里面的油炒出来 一直把肉炒到颜色焦黄 而且炒出来一部分油的时候就可以 往锅里加入一勺豆豉 再加入切好的蒜末进去翻炒 炒出豆豉的香味和蒜香味 再加入生抽进去翻炒 炒出它们的综合香味 然后倒入刚才炒过的辣椒进去 开大火翻炒均匀 再加入小勺的盐调味 加入小勺的白糖提鲜 让肉片和辣椒更加的入味 最后再加点蚝油 加一小勺的鸡精进去 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了 刚这道辣椒炒肉就做好了 炒好的辣椒香辣脆爽 肉片香来不腻 比回锅肉吃着还过瘾 做法简单易学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